主料,鸡肉800克,香菜5克,辅量,油,盐,白糖,老抽,葱,姜,蒜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鸡肉切好洗净,煮一锅水,水开后将鸡肉倒入开水中煮一下,煮好的鸡肉捞出来沥干备用,蒜切成片备用,葱将切好备用,热油,加入适量的白糖, 小火制白糖全部融化,倒入鸡肉爆炒,吃鸡肉差不多上色即可,加入莓果鸡肉的水,盖上锅盖煮一会儿,切好香菜备用,煮15分钟后加入葱姜蒜,老抽,料酒等佐料,搅拌均匀,再煮10分钟后加入食盐入味,加入食盐后再煮1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,出锅后撒上香菜即可,烹饪技巧 鸡肉一定要先注意一下去脏,而且最好是买整纸的鸡,自己切开,这样干净的一生,白糖其实可以换成冰糖,烘烧效果更好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